欢迎各位训练回到我们的课堂 我们接着中文的话题继续往下讲 我们看一下中文我们讲的哪一内容 中文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软件分层的重要性 还有动态库的创建方法 然后就带领大家实现了一个最简单的动态库 然后同时写着动态库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了什么叫handle 是吧 然后呢 怎么样 就是什么是handle是吧 handle的概念 凡是就是一个内存资源的 一个资源的巨饼吧 就是我们这里可以理解成 现在我们的层面里面可以理解成 一个内存的手粒子是吧 一个资源的手粒子 或者一个资源的代表都可以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原理的东西 再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呢 动态库就是说它是一种提供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机制 什么叫机制呢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发送一个报文 然后呢 我测试声音再接受一个报文 我想让底层库给我变成 是不是 是吧 接受报文吧 接受报文的时候 我想让底层库给我变成一灵 借我的正算 他怎么这么想 其实啊 这样是不妥的 为什么不妥啊 因为发送的报文 有可能是还有四个零 发送十个零 也是可以的 那你接受的时候 你十个零 那长度肯定是零了 长度是零 那你这个地方接受的时候 如果是只有这一个参数的话 只有这一个参数的话 那么你就把设计接受不过来 对吧 所以说他一个设计 那个设计值加强动吧 对吧 然而这意思是说什么呢 底层库提供的是一种机制 底层库就是动态库 它提供的是一种机制 它这个动态库可以被很多人使用 没完的意思吧 提供的一种机制 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策略 也就是说 再具体说 客户端发送多少个报文 回来的时候 也应该是多少个报文 你不能自动的 你不能在底层库 开发底层库的时候 你主动的在后面 加一个鞋钢铃 那是不允许的 一般情况是底层库 你要做什么通用的 那样的意思吧 OK 这是一点 是给大家注意的 另外呢 在企业开发里边 在底层库里边 也经常在加入制的 因为你不可能说 你不可能说是什么呢 我这个出错了 我再打日资吧 出错了 我再换一个 带用错误码的日资库吧 你把这个东西 发完以后 扔给别人了 那你用的时候 出错要有调试信息的 没有那意思吧 那我们看看 在这个 企业里边 它怎么样 加日资的 那我们也不需要 把这个问题讲得太复杂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找一个写日资的函数 写日资就可以了 那企业里边 能写日资的 那个看原货也很多 我们那就简单的 给他们演示一把 我们单独写了一个 打日资的函数 是吧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在这个文件里面 你看见吗 那它就是把 哪一个文件的 哪一行 出错了 信息 是不是都给我们打日资了 是吧 都给我们打日资了 那 那它是怎么开发出来的呢 那它是这样的 我呢 就带领大家 把这个思路给它过一遍 你看看 我们这里边有几个文件 这一个 动担库里面 在这个备克相关里面 有这么 一个 点H和点C 这两个文件 就完成什么功能呢 打日资的功能 它能把每一个文件呢 哪一个文件的哪一行 出错的信息 给打印出来 它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先看 那个 点H 那这个能力 大家应该具备了 就是快速的集成 别人开发的功能 快速的集成 别人开发的功能 那是这样的 这个是啥 这个是 日资函说法 哪一个文件的 哪一行出错 然后打印的日资级别 level 0表示没有日资 1代表是debug 2代表info 3代表warning 4代表er 那这个是啥 臭麻 是正确了还是失败了 那当然这个地方也红对不对 红的硬 然后呢 这个是那后面可参数的 那我们看怎么实现的 那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我先用一下啊 这函数大家可以回去可以看一下啊 应该不是不是很麻烦的那件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我先建设计成 那怎么计成呢 这么计成 把这两个函数 当然你可以建个项目的测试测试 对不对 那你如果你想测试的话 我们一块测试一下啊 那首先呢 打开右键 我先在点H里面测试一把 我现在在这里面测试一把 在我们测试部分里面测试一把 然后呢 呃 右键 添加现有项 添加现有项 以后呢 它会弹出弹出一个对话框 太慢了啊 右键 添加现有项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点H log.h log.c 然后呢 这么一拖 拖了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拖了以后 我们我们 我们可以做集成了 是吧 做集成了 做集成了 我们这么做 呃 我们看原来 可以找一个案例啊 比如说 它原来怎么做的 我们稍微 因为我们不熟嘛 可以参考别人看 怎么做的 那一看 它是这么啊 这么做的是吧 那好了 我们明白了 那我们 我们也做一把 ok 哇 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 应该是使用这个 投入键吧 使用这个点H 函数 这个函数 那我们把它保寒过来 那这个log 是吧 然后呢 把这个投入键 那个搞进来 是吧 搞进来 当然 它俩都可以啊 然后呢 我们 先别看它是 里面怎么实现的 我们先用起来再说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放这里 那我们 因为我们还都不知道 它是长啥样的 那我们开始测试一把 那这个是文件名字 输入一个文件名字吧 输入文件名字啊 就是这么一个红 这是编译器给我们提供的红 再说一遍 是编译器 编译我们这个文件的时候 它能把这个文件的名字 路径给存下来 就存到这个红里面了 有点意思吧 这叫这个红 这个欄呢是哪一行 也没问题吧 level是级别吧 level级别 那它一一说了嘛 说的很清楚 然后呢 看 说的说的说的很清楚呢 这个地方 零的没有日子不说了 1234 那我们都测试吧 一是debug是吧 slice是表示是不是正确 错码就是IT啊 那零再写个零再说吧 后面呢是一个可变参锁 可变参锁 可参锁啥意思啊 就是后面我们可以按Printf那个方式去打印啊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 先这样写着吧 ok 那我们试一下吧 这个是level2 这个level3 这个level4 那这个是222 这个是333 这个是44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文件打印子打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我们找Fopen函数 找open函数 那找open函数我们发现 他会找到 打到Cpain的itcast的目录之下 是吧 当然这个文件是Links和温度通用的一个文件 它是有温度和Links通用的啊 那我们在温度之下打印到 这个Cpain itcast的 某个这个之下 这个呢 是打印到当年用户的 在Links之下打印到到前日子的 假设你是Test的用户 Test用户下的 Gest Home吧 Log下的 每一个文件啊 OK 文件名我们也也也已经清好了 它是传过来的文件名哈 嗯 那我们看一下啊 呃 那我们 呃 清醒的文件 删掉 那我们跑一下吧 跑一下吧 F7变啊 这个这 这个这样有错是吧 嗯 嗯 F7变一个了 就是寒冷顺民的 没有错 嗯 那我们直接跑一下 它向我 它先向它向我 是吧 OK 跑了以后呢 再到我们那个Cpain之下 找新的东西生成了 那我们发现 哎 出来了 看到了没有 时间 debug info warning 这是通用码 啊 一 二 三 后面是 是吧 后面是 哪一个文件的 哪个目录上的 哪一个文件的 哪一行 OK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 加日日了 加日日了 加日日以后呢 在这个技术师上 啊 我可以 把这个东西啊 放到我们的 替换成我们的日制模块 对不对 替换成我们日制模块 就简单了 把这个 和这个 C 朝到我们的 靠在我们的 MySource 这个工程项目之下 然后呢 靠进来 这里吧 然后呢 加进来 添加 新现象是吧 添加 现有象 添加 现有象 把那个 点 H点C 给搞进来 搞进来以后呢 然后呢 把它放到 投空间里面去 是吧 然后呢 我们F2 C 然后呢 我们准备在这个 点C里面 实用这个函数 说是韩生之后 我们这样把它包进来 OK 包进来 F7 编译吧 F7 编译吧 以后呢 当然还有很多walling 那这个walling是我们知道的 它这种walling 我们先不管它 那我们 这个做完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 替换日制模块吧 替换日制模块 那这个printf 相对呢 也都可以替换掉 我们 这个 我先把错过日制搞定吧 这个钱不要了 F7 编译吧 这个是 R1 T 这个R1 T是零 那是要的 没问题 这个呢 是R1 T也没问题 现在呢 我们要看 怎么要替换 R2 发生的 这样吧 我们是出错了 我们干嘛 出错了一个打日制嘛 出错了一个打日制 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统一的做替换 那我们应该把这一句话 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 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printf 替换成 从这个地方开始吧 是替换成这样吧 是吧 要不随便吧 那原本的意思是说 我应该 把这个 替换成 那你这样就行呗 这样吧 我应该把 这一小段 统一的替换成 这一条段 是不是很爽 OK 来吧 是这样吧 嗯 你为什么这么写啊 就这么这个意思吗 然后 那我统一的把这个 在这儿 哇 替换成 他 哇 其中夹 h 然后呢 哎 是吧 搞定了吗 然后当前为难 先替换 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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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替换 啊 搞定 搞定了吗 啊 所以说啊 就是像开发这样可以加快流程啊 所以说你一开始敲代码的时候啊 就规划好了 这么写啊 我为什么没事这么写啊 原因很简单啊 我知道你做成这样的啊 我已经替换了 不是替换了吗 你替换了吗 嗯 替换了 是吧 嗯 那这个是把它平平点 来不去便宜吧 搞定吧 那我故意 我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替换掉 我在这个卡锁进来了 是吧 我说一个笔干 呃 笔干 笔这样 然后呢 呃 出来了 end吧 当然这个是提示信息 是吧 这个debug信息 2 是debug吧 然后呢 在这里 嗯 end 啊 我就加了一个函数吧 我们试一下吧 对不起便宜吧 替换完了 替换完了 这个冻灾布出来了 是吧 那我们编译成通通过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动态库 呃 myself 把这个动态库 啊 在这里啊 debug 把这个动态库 因为我们动态库更新了 对不对 要考到我们的测试案例之下 这是我们测试案例吧 我们测试程序是那个 我们测试程序是 在这里 测试框解搭建 放到那个地方覆盖它 啊 好了 覆盖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测试案例里面去用它了 当然呢 这个我们删掉了 当然这个我们就都不用它了啊 不用了 以免分享视听啊 ok 然后这个通文件我们也不包了啊 是不是加冻一次参数一行 F7编一把 哎 搞定 啊 这条有错误啊 他说这个面 啊 我们把这个日子给清掉 我们把日子给清掉 那好了 F7编一把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调一遍 API砍硕 调完这个 API砍硕以后呢 它应该打日子 打呢 看 我们到C盘之下 看一下 OK 你看看 这个文件 还说 class sox unice 开始 然后呢 在这个文件里边 22行 这个是呢 37行 看对线对线文代码 是不是22行37行 这不是22行吗 这不是37行吗 当然 我们就要有限量了 如果没有限量 他就不会化啥了 是吧 嗯 F7编一把 OK 你看 在我们东南库里面 加个日志 因为呢 东南库的调试啊 是非常麻烦的 你自己的开发的过程中啊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有可能 你开发完这个东南库以后 要扔给别人用 扔给别人用的过程中啊 就有可能出问题了 如果在这个场景之下 你不能迅速的判断出问题在哪里 那么所有的问题啊 都是你的问题 没什么意思吧 你要能比如说还有这个地方摩洛克内存 这个摩洛克内存是别人给你传来一个 别人给你传来一个长度以后 你分别内存 比如说发动数据的时候 发动数据你不是把他缓分下来了吗 如果别人使坏 有可能他不是使坏 他就无意之中 传错了 比如说这个巴黄论 你看见吗 巴黄论呢 他有可能给你付个值 这么大的一个值 你摩洛克内存是不是大料了 或者说一摩洛克内存 是不是分明出来内存啊 分明出来内存 作为你来讲 作为一个底层的开放人员来讲 你怎么做呢 你应该把出错的场景的信息 打印得越细越好 什么叫越细啊 一定把出错的场景保留下来 保留到足够能证明你能找到错误 比如说这个地方 别人给我传来的长度 我这边是根据别人的长度 摩洛克内存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如果是成储的开放人员 他可能是这么做 笨的 看到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 他会直接 不是发错了吗 出错了吗 他把这个长度也打印起来 他把这个长度 明白的意思吧 他把这个长度打印出来 就就就就这样子了 那艾伦出错了 当时把这个 论 论 百分之低 后面 不加它 那后面这个是论吧 别人传过来就论吧 对不对 OK F7编一把 那像这种情况 我们再测一把 看效果如何 F7编一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动态库 重新的 生成一顺 考到我们的 集成环境之下 然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 集成环境之下 去刨这个代码 刨这个代码 一刨一个车锁 对不对 F7编一把 那我们试一下吧 这种量太大 再减 要不欺骗一把 那我们跑一把 新的 看 这条是 这条是没有出来的 成一货的 当然了啊 我们这样判断一把啊 停止 哎 新的收获啊 我们这样 没事的判断一把啊 他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通用把子补充出来 原来是吧 不等于0 是吧 Ritma IT 这个是Void 这个来一个 硬性变量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 等他 等他 这个是8分论啊 发生这么多啊 这个是 我们跑收据的时候啊 我看 F7编一把 我们勾一把吧 看有没有说错啊 F11进去 F11进去 然后他调入几层 或者反硕对不对 调入反硕 在这里边吧 我来走 首先呢 这较分辨内存吧 分辨内存 有可能这么下 分辨不出来 对吗 等于弄了 等下他出来了 还不够大 明白吧 就说这就长度多少 这时候他他他他分辨出来了 这么一拷贝 倒掉了 如果还是 还是一个很大的负数 再两个啊 这个效果还没展出来 再给他 再给他 来一个 我们来个负数 行吧 来个负数 那这个就过大了吧 F7编一 啊 过去吧 F11进去 然后再进去 啊 走一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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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个数 等于弄了吧 等于弄了 就是分辨内存 没有分辨出来 很明显 是因为别人给你传这个数 太大了 负数吧 那这个负数 是很大的 转成正数一口 是吧 嗯 就是相当于 嗯 不满 相当于 那个 二的三十二四方 嗯 那个最大长度 嗯 再加上他 再加个一 再讲个一 是吧 那个意思啊 然后你现在你把这输入场景啊 你这样就找到问题了吗 那比如说别人掉进中央库的时候出错了 他说他说老师掉进的孩子出错了 你怎么你怎么写的啊 反昏一个负极负极 你出马出来了吗 那你找到时候 你把那个日子一看 走到锡盘底下 然后一看日子 然后你立马都把这个错误原因给定出来了啊 你说啊 你不是很清楚吗 错误码是负二 原因是因为你给我传来这个长度是一个负数 这立马就把问题给定义出来了 是吧 嗯 这是很重要的啊 你不能说 你说哎呦出错了 那我再看半天吧 你到哪去看这些问题啊 很难查的 这是一个库 如果你这个一个信用系统掉了十多个库 还正常的 一个信用系统掉了十多个库 你说你怎么找找排错呢 怎么查错误呢 就这么查啊 所以说日志在项目开发中至关重要 特别是出错的信息啊 保留场景也异常重要 OK 这个东南部里面加日志 还有我们项目里面就加日志啊 这个方法 嗯 给大家演示了一点 那大家在项目开发里面 嗯 但没用啊 正好没用啊